防疫期间许多人都宅在家 尽量减少出门 而为了温饱三餐 日常采买也是必须的 花莲市重庆市场就特别推出了 蔬菜箱的选购方案 让民众只要在家滑滑手机 上网登记选购 就能够在特定的时间 前往领货一次买足 大大减少了民众 在市场内的逗留时间 也降低了人群接触的染疫风险 采买民众一到市场 先做量测体温酒精消毒 接着直接前往领货地点 付了钱拿了就走 简单快速又方便 防疫期间为了满足 民众日常的采买需求 花莲市重庆市场 特别推出了蔬菜箱的选购方案 让民众只要在家滑滑手机 上网登记选购 就能在特定时间前往领货一次买足 大大减少在市场内的逗留时间 那从一市场这里 很多民众因为疫情的关系 都不太愿意走进来 那反而是在外面的流滩 来做相关的购买 那也严重影响到这些合法滩商的 一个生存的一个方式 那外部的流滩又属于警察局来管理的 那对于内部的滩商来讲 我们只能想一些方式 那也特别感谢我们市场的一个主委 跟我们市场所的同仁还有所长 参考的其他的方式叫蔬菜箱 那我们希望说蔬菜箱的部分 能够方便民众来买相关的蔬菜 来做料理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说 更多的民众能够来善用它 一组蔬菜箱售价520元 里头大约有8到12种蔬菜 而且还有品质认证 那我们都是严选重庆市场 新级认证的摊商 那每个礼拜二跟礼拜五出货 那一箱是520块 那为了方便民众购买之后 可以做一个烹饪料理 那我们有随机都附赠一个料理指南 那我们也希望说民众在这段疫情期间 能够响应施工所推出的 快买快走一次购煮 所以说希望说以蔬菜箱的方式 满足民众消费的需求 近期来疫情虽然有降温迹象 但基本的防疫却不能轻忽 传统市场透过蔬菜箱的方式行销 除了可以降低采买人潮 接触的染疫风险 也让买气低迷的摊商 有了喘息机会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上花莲重庆市场 脸书粉丝专页 即刻获得详细的采买资讯 记者徐立芹 花莲市报导 我想说 花莲市场